泰国一不拘一格的自然风光 美丽的海滩和森林为特征 该国经济在增长 许多游客正在这里访问 41 泰国土地面积为51万3千1百1十五平方公里 人口为6千7百9十五万 人们主要说泰国语货币单位为巴特 42 泰国的国家旗帜 颜色更有其含义 红色代表民众 白色代表信奉和纯洁 蓝色代表黄市 泰国的国家旗帜 是1917年推出 到今天一直在使用 43 泰国在哪里 泰国位于东南亚 这个国家在西部和缅甸接浪 在东部柬埔寨接浪 在南部和马来西亚接浪 在东北部和老挝接浪 泰国的土地面积 约为德国的一半 44 泰国的大部分地区位于东南亚大陆 该国南部狭窄的地区位于马六甲半岛 如果你在地图上看泰国 那么这个国家的形状 就会让人联想到大象的头部 45 泰国的风景千叉万别 全国有许多河流 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些河流附近 因为这些河流附近充满了肥沃的泥土 土壤非常适合农业生产 泰国也有山脉 高原和美丽的海滩 46 曼谷 是泰国的首都 在这里有超过一千万人居住 曼谷的字面意思是梅树林中的村落 但是今天看住曼谷街头 你不会想到任何与梅树林相关的事物 47 曼谷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 有喧闹的噪音 飞扬的尘土 熙熙攘攘的人群 拥挤的街道 曼谷的与众不同之处 就是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都有小庙宇和神像 祈祷的人们 可以说 这里就是大城市中的人们 心灵得到放松和自由的场所 48 泰国是热带气候 该国北部有三个季节 从凉爽到炎热带到非常炎热 但是在南部 温度基本保持不变 相比而言 北部比南部前照得多 49 季风对泰国的气候影响很大 西南季风在5月和10月之间吹来 带来全国各地的降雨 然而 西北季风从10月和2月开始吹来 它给北方带来前汉 而给南方带来降雨 40时 有6795万人居住在泰国 其中有10%的人居住在首都曼谷 在泰国的总人口中 有75%的人是泰国人 因地区而异 各地的泰国人在生活习俗哈尔方言上 又有一些区别 在泰国南部 有马来人居住 占人口总数的4% 此外 该国北部还有一些身地不足 40时1 在泰国 还有许多人来自于邻国缅甸 随助经济的增长 泰国还吸引了邻国老欧或柬埔寨的人们 以上 就是在该国生活的主要移民 具体数位还不是很清楚 40时2 在泰国说什么 泰国的官方语言是泰国语 同时还使用70多种其他语言 大多数泰国人说泰国语 但在大城市 有很多人说英语 另外 泰国南部的马来人 说马来语 40时3 201年 世界一家主要经济机构 已经将泰国称为中等收入国家 今天的泰国 农业仅占国内生产种植的10% 工业占40% 服务业占50% 在泰国 工业行业尤其是汽车业 电子业和仿制业 在该国经济具有重要地位 今天 你可以在许多服装标签上 看到泰国制造的标识 40时4 尽管泰国的农业收入不高 但在每100个人中 就有40个人在田间工作 泰国主要种植大米和橡胶 同时玉米 甘的含棉花以及各种水果 也是泰国重要农产品 40时15 泰国生产的工业品和种植的农产品 有一半出口到国外 泰国企业的大多数客户位于亚洲 同时欧盟和美国也从泰国购买许多商品 泰国进口货物 主要是能源 例如原油 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东 在泰国 有很多商品来自东盟国家和日本 在进口商品方面中 欧美国家所占比例不高 欢迎关注泰国投资小圈子 每天都有新知识